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这群外币都不懂是什么时代的人 虽然我们不喜欢老马 老马讲起来很先进 老马还不错的 科技方面他很先进 但是其他的外币都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不知道树上来的 山洞来的 还是水顶下面来的 他们不可以再做外币 再做下去这个国家会落后 落后到很落后很落后那种 那么今天看到一个新闻 我真的很生气 讲那个5G 很简单一句话 什么国家做好5G 什么国家未来几年就有希望 什么国家做不好5G 这个国家直接直接从先进国的那个名单 直接除名 no longer先进国 直接便落后国 立刻落后 然后什么叫5G呢 他都不知道啊 你问那些 那个什么山洞来的 树上下来的 水井上来的 那些外币什么叫5G啊 听都没有听过啊 4G都不懂是什么 3G都不懂是什么 好了放行 我们耐心的跟大家讲一下 那么这个 我们东南亚呢 泰国 新加坡 不用讲了 新加坡一定是跑前面的 他五年后 十年后的东西 他现在一定 新加坡一定是先做好给你的 然后菲律宾也做好5G 泰国也做好5G 那么大马呢 哎呀 人家讲说 他2G有没有都不知道啊 3G 他车道炮讲 那个3G 要取交改4G 很多地方那里有3G啊 那个4G都没有啊 我跟你讲 所以大马呢 他随着这个网络 随着这个网络的那个速度太慢了 大马呢 在接下来几年呢 他就严重失去竞争力 先看先看新闻啊 大马在那边发梦封尘 封尘发梦什么什么什么 在那边睡觉睡两年啊 睡了20年 20年 20年 然后又多睡两年 到现在呢 人家 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呢 已经有那个5G覆盖了 所以大马已经不再是 东南亚国家的先进国啊 以前 以前曾经老马的那个时代啊 东南亚最先进国家 新加坡咯 啊 美来西亚咯 人家只知道东南亚有这两个国家的 啊 啊 泰国人家知道那时 泰国人是那个走那个古色古香 那个古典味道的嘛 啊 人家人家都知道那个 你看最新的 你看啊 哎呀 你看 这个 中国呢 主要集中在那个沿海一带咯 那个 南韩 南韩全部都是5G的 日本也是 差不多要盖完了 剩下那个中间3区罢了 啊 你看 你看 然后再来啊 看东门 东门 泰国 哎 台湾好了咯 5G 然后那个 菲律宾呢 你不要笑菲律宾啊 不要不要讲菲律宾多厚啊 啊 之前他们来做卡卡 现在现在 大马人改天他去菲律宾做卡卡 啊 啊 然后呢 马来西亚呢 5G呢 暗淡无关 啊 一点量都没有 那印度尼西亚还有啦 在那个 加加加大帆东啊 这些开始 开始有了 印度尼西亚开始有了 给他一点时间 因为印度尼西亚以后 他会坐在他的首都 他的首都这里呢 他的首都一定是5G 5G的那个首都来的 啊 整个城市都是5G的 从不行的 现在很快很快的 啊 你看 你看 大马里的5G的那个新闻啊 杀到可怜又可怜啊 这个去年呢 去年他说他可以在伦布赛呢 使用那个5G 啊 很好笑的 他只有一个点罢了哈 就是你要你要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那个点 才有5G 你一离开那个点呢 你就看到 一离开那个点呢 变回4G 很好笑的 然后这个新闻呢 也没有人知道的 啊 没有人知道 我是看到那个可恩啊 那个那个 我们华为小姐姐可恩呢 啊 他 他当时他就为这个做了影片 我才知道 你的区隔壁有一间高密度高密度 很多人住的 完了 但每家家互互通通上线的时候完了 你的线不用上了 直接没有线给你 他人一多直接没有线 然后我们全国来讲 全国很多地区 直接没有线不用看 那些完全做不到工作 慢到要 慢到非常非常的慢 你看现在我们现代人的工作 我们都是靠这个网络 靠这个网络来做工的 你看我做视频的 完全是靠网络的 有时候你看 我在大马我没有办法的 我没有办法把我的视频 那个质量再提升 再提升下去 半天之后 他才能够上传完毕 我用的还是号称大马 非常非常快的线 所以保持这样子 你看都是一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你看这样子 我们哪里有足够的生产力 哪里有足够跟人家竞争 你要去泰国 现在很快 去新加坡 新加坡先第一 你要新加坡要发展什么 5G的线 一切通畅无阻 所以5G的线大概是10倍 你用4G的时候 4G的速度 5G是它的10倍 真的是很快 快到非常非常的快 那种抗性呢 一下子就跟你倒落完了 非常非常的顺 可以看高清 4K 跟高的K 都可以看 所以大马呢 落后的非常非常多啊 其实大马人上网呢 是纯球数一数二的 所以他绝对有市场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必然在那边阻碍 可能是盆党没有钱吃啊 分不到啊 还是他不想让人家上网太快呢 你看上次封城之后呢 每两个人都有一个人变肥 都有肥碳症 多多少少的肥碳症 多多少少都有啊 你看我之前也是封城封两年 我现在我很勤力运动啊 跟着那个老师的运动 这样子才能够好看一点点啊 然后那个青少年呢 那么这些是已经呢 已经奥弥陀佛已经移民了的青少年了 那些还没移民的手段 像半身不碎什么段 那个头段 头段身体段什么段 我不知道多少个啊 他没有统计了 你看 因为你网络不好 这些青少年呢 他没有办法用这个网络呢 去做一些震荡的东西 去什么震荡的学习 就在那边文行脚车咯 就在那边什么 都加来加去咯 结果自己看啊 很严重一下啊 这五年啊 这五年呢 哇四三七三 哎呀孩子拿来养 养了这么大 他生了这么多 拿来崩掉四三七三个 你看这个真的是大马的悲哀 真的是悲哀啊 啊 非常非常悲哀啊 这就是因为网络不好咯 比较早网络好的 就这样咯 然后你看大马正在什么事情都搞坏掉了 那个新加坡 新加坡因为呢 这个新加坡讲的 他饥荒还没有完 人家闹鱼欢 这个鱼欢大马导致的啊 因为大马的鱼突然间又 supply不去新加坡了啊 现在开始闹鱼欢了啊 你看他新加坡一直以来 以为说跟大马没有问题哦 那个鸡从大马运过来 鱼从大马运过来 鸡蛋怎么从大马运过来 菜从大马运过来啊 现在够力了 这个饥荒还没有过 那个鱼欢又来 又给大马呢搞了一套的啊 都真的不明白这个 这个大马是什么 然后这个大马的人呢 这个思想呢 还是 跟你讲啊 还是停留在呢 还是停留在那个什么 啊 到稻田干凤啊 树山啊 山洞啊 啊 那个抓鱼的 种黄梨的那个那个时代 啊 哎 大格卡呢 其实是坏了 乃是家常便饭 这个 这个早就是家常便饭 很多人还 很多人还不懂得这回事 好像没有出过门 这样子啊 啊 74块呢 人家能够送到你到啊 啊 送到你到才是最重要 你给他74 他送到你到啊 啊 不然你自己驾车啊 啊 你不见得可以到那个目的地啊 啊 所以这个大马人呢 他除了那个外币 那那群外币呢 他们 他们这些对这个科技 对这些商机 非常非常落后呢 那么我们人民呢 对这个科技 什么对商机呢 一方上人民也是非常非常 很多后 我也不知道怎样帮助了 就是 我的节目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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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啊 帮助大家 多提升一点 这些科技的那个能力 那个大马很多家长呢 他没有从小去栽培小孩子呢 这些上新能力 人家外国的小孩子 已经会code定了啊 已经会做那个那个程序员啊 我这样老的都不会啊 连给一个智能手机给小孩子呢 都非常非常的顾忌啊 都不给都不肯给啊 所以以后呢 真的是大马人呢 真的是毕业出来 只能做什么工 打螺丝咯 真的以后大马人呢 他的工作只能够打螺丝钉 打螺丝 在工厂打螺丝咯 然后呢 多读两年书啊 父母是重视教育吗 多读两年书出来 看人家打螺丝咯 广工啦 每少读两年就去打螺丝啦 多读两年就是看那些人打螺丝啦 所以呢 你看人家泰国啊 泰国的学生早就没有课本了 他早就一个iPad解决 学生带着iPad去上课就可以了 他全部都在里面了 其实家长呢 大家呢 大家要学这些先进的东西啊 你看我这么大年级呢 我还要重新学用这个铅笔 老实讲 我不懂得怎么用这个铅笔 你看我到这么大 这么老了 我今天这么老了 我要重新去学这个铅笔呢 到底怎么 这个铅笔呢 到底怎么使用的 我不会 你看人生都是不停的在学习嘛 这些电容笔 听都没有听过 很多人看都没有看过 你给那些什么 什么铅笔出来的那些 合理出来的那些 那些伤动出来的那些 那些外币啊 哪里 哪里懂得有这个东西啊 所以真的是落后到很远啊 所以我们多接近这个 这个上西 上西产品呢 这个人民的数字才能够提升 人民的数字才能进步 你看用智能手表呢 人家也不懂它是什么东西啊 其实我跟你讲呢 大家看我这么多商机产品里面呢 智能手表到现在是我 number one 我认为的最好用的一个 因为呢 人呢 没有健康呢 没有健康 你钱赚再多都没有用 没有健康呢 你就完蛋了 这个智能手表呢 他关乎我们的健康嘛 很多人听都没有听过 所以 所以我们比这个手机 跟这个平板电脑 比这个iPad呢 所以有时候家长 真的你可以考虑 一个孩子呢 你是一定要给他一个iPad的 因为手机呢 大家可能有点那个什么 他哪个手机 他会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但是平板电脑不同 平板电脑现在就像 他根本就是电脑嘛 所以人家那个Apple的口号呢 你的新手机 没有电脑 所以我就这样子买了 所以你看我们的 你看现在的 年轻人呢 大学生呢 或者是年轻的办公 全部都是这样子的 直接这样子的 没有用电脑了 那上面有这个笔 下面有这个键盘 那这个iPad呢 就是一个电脑 那么iPad也可以通知 当认手机 也可以当认电脑的功能 你看呢 我们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东西 所以对于那个4G呢 这个3G呢 我们真的是不知道 所以 因为这个关系呢 所以呢 我们不能够再讲呢 马来西亚是先进国 而是真的是非常非常落后 华人呢 还好先进一点点 但是看到他们那些 所以啊 哎 吐笑人生最后一句话 我觉得啦 我觉得 他现在不给大马5G的关系呢 就是太过支持日本啊 你看日本现在这么喜欢大马 还帮了一个博士 还特地帮了一个博士给我们的首相 因为大马太过支持嘛 你如果给他5G的话呢 哇 贡献啊 贡献啊 贡献那个浏览率啊 贡献日本那个 那个厂业啊 贡献那个日本拍那个片啊 啊 大马已经是第一了 他们拍那个片呢 拍的就是最多大马人看了 看到他们给大马首相一个博士啊 真的是感谢啊 啊 所以呢 你看大马人呢 只懂得上网呢 只懂得去上网看这种东西啊 而不懂得去上网呢 去学习啊 而不懂得你看 花一个时间呢 重新给自己人生 我小学5岁的时候 我学那个铅笔 那今年我差不多40多岁呢 我要重新学这个电容笔 啊 学习不能停止 不然的话啊 啊 不是虎笑人生 老马笑我们啊 老马其实他很进步的 啊 其实他很进步一下的 啊 要不然呢 你看现在泰国 新加坡 菲律宾咯 进不过我们了咯 这个5G我们追不上咯 啊 对不起咯 这个大马呢 准备进入落后国 东南亚的落后国 他竞争不到了的 啊 竞争不到了的 网络一慢呢 一切都竞争不到了的 好了 今天虎笑人生 暂时讲到这里呢 大家对于这个大马的5G呢 变成这个归宿时代 大马的5G做得这么慢呢 大家什么意见呢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回见 我们下回见